第一次全國兩國孫雄家運動台會 28號、29號兩天在台南上場 今天的賽事有來自全國國館七 總共五百位的參賽選手 期待套過比賽的孤班 鼓勵兩國孫雄家驚出加盟 讓大家看到他們的努力和進行 拍什麼響起 每次選手三個輪胃混入鄉金槍 這是第21次全國兩國孫雄家運動台會 第一次來到台南基班 總共五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選手參加 要來一場輪胃上的比賽 現場可以看到這麼一位比賽非常刺激 不管結果如何每一位選手都堅持到重點 其中這組團隊就有兩位選手是第一次參加比賽 李鑫竟是因為賓胸的作為運動 向上都已經隔離相當的目擊 這次我算是我第一次參加 然後我以前也是跑田徑 有時候會跑田徑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蠻新奇的 今年也有很多新奇的選手 連選兩家的比賽 也是希望能夠鼓勵更多兩國孫雄家的特殊 雖然我們不是台南在地的 但是你看他們社會局還有各局處都過來協助交通運輸什麼都來協助 真的是政府支持啊 還有一個是經費支持啊 我相信今年之後明年會更多人 因為一停了太久了 大家對這些有一些陌生了 這一次又有了之後 明年可能大家會有鼓勵更多的人出來找回他們的信心 我覺得就挑戰嘛就好玩嘛 重點是你要願意敢出來做 你不要說自己自己都就先抗拒了 我說因為我們大家狀況都都一樣 我們都是脊椎損傷者 所以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 我們我們都今天這些活動 我們輸贏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接受自己的狀況 然後出來去參與這個活動 很多兩國孫雄家可能因為行動不變 不願意出門 若是有運動的慶祝到冬冠 就能夠真正他們驚出感冒的意願 透過得完運動賽事 也讓他們充滿了運動精神到小命力 記者什麼的中學區才方報到